幸福好时光 另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来了 我相信2023是AI元年 不管你多么害怕被取代 他来了 那么我来说这个商业周刊吧 也就说 他跟当时iPhone出来 也像也不像 当时也有人说 不可能有智慧型手机 大家会买不起啊 或者是他不可能有多智慧 手机不是打电话而已吗 可是智慧型手机像iPhone 他瓦解了很多东西 甚至他取代了摄影机 所以底片龙头柯达 他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事 可是他的帝国就这样子的瓦解了 那么这有一位科技界的执行长黄仁勋说 现在是AI的iPhone时代来了 以Chatt GPT为首的生成是AI 浪潮都已经来了 所以其实呢 你先不要是去想科学小说里面说 他是不是会取代人类思考 但是事实上 我也并不觉得这个毫无可能 那一般而言 AI用的是心智理论 是可以推测自己和他人思维和情感的能力 这个能力被视为是人类独有的 但是呢 这个有 这个就是发现Chatt GPT 有心智能力的史丹佛大学的学者 叫科辛斯基 他说 其实他也发生在AI上 如果你有用这 AI的绘图的软体 或者是Chatt GPT的话 请你真的要赶快试一下 你就会知道自己 对未来世界恐怕想象力还要高一点 去年一月的时候 他只相当于七岁 到十一月的时候 他变到九岁 当然呢 如果你现在来看他到了 今年二三月的能力 不管在绘图还有写作上 事实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优秀高中生的水准 甚至呢 还比许多 就中等水平以下的人 更有思考的能力 架构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 写了这么多的 写了这么久的文字 我倒是没有一点 会被取代的痛苦 我倒觉得我可以利用他帮忙做很多事 比如说 如果我明天要做一个演讲 假设好了 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局势 或者是全世界房地产的轴向 我这样给他 如果是我自己Google 我要花很多时间一一的 然后再用我的人脑再思考 但你丢给他呢 他也不会给你正确答案 可是他会告诉你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那资料 说现在印度的房地产 德里一平多少钱 其实这个你问他是 一定不是太正确 可是他会把那个大纲 就一二三四五 就论文架构 像这样的东西整理出来 方便你去思考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样思考的 其实媒体工作 就是被AI取代的前三名 我相信不久 假设我都不要做事 我只要把一篇文章输进一个电脑 然后叫AI记住我的声音 等他发展到一个地步 我可能没来 你也不会发现 我知道那一天迟早会来 那么每一个新科技都有 就是好的那一面 趋势大师凯文凯利曾经说 科技都有51%好的一面 49%不好的那一面 创造未来的都是乐观主义者 但这句话值得分析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害怕 他取代你的工作和能力 那你要比他强 那他会取代你 会的 但是他会创造 另外一个新的工作给你 如果你赶得上时代的话 所以你对他生气也没用 有的政府去阻止这个AI 也没用说什么 怕学生去抄袭功课 请问你哪能阻止啊 你去哪儿阻止啊 除非你把他手机全部都丢进淡水盒里面好了 所以像那个这一期商业周刊的封面 就是用AI设计的 然后编辑提出了概念 他来执行 然后当然你人为要修一下 所以AI的时候 AI显然在弯道来操我们的车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简利峰 他是Google台湾前董事总经理 他就说了一件事情 在巨人肩膀上堆积木 那他裁面是三个月 ChetGPT 已经让科技大厂 还有Google争相推出类似的产品 国科会也宣布 会自行研发台湾版的ChetGPT 那大陆现在不准用 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在做了 其实训练这个ChetGPT是很花钱的 绝对比你训练员工高 他说训练一次模型 上看千万美元 然后重新训练再花一千万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国才玩得起的竞赛 我也不知道我们玩不玩得起 所以才说这是AI的iPhone时刻 就是智慧手机来了 其他的东西可能要小心一点 那么要花了这么多钱 那像iPhone带动了网路行动的 行动网路的发展 世界就开发出七八百万种手机的APP 因为很难说几种 现在还在开发中 台湾新创也许可以想 与其去打造ChetGPT 因为你没有考虑到钱 一次一千万 你可能每天要花个几千万美金 你是不是要善用它 你是不是要学习它呢 练习在巨人的肩膀上堆积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也不要害怕被抄袭吧 因为人类是会把知识成果 现在全部都在网路上 让ChetGPT吸收成资料库 我相信我也在提供这些资料库 那你每天都在初考题考它 你觉得说它现在都答错了 对不对 答的不如你需要 不好意思它长得很快 它过了半年 你就会被 它不是只被你训练 它被非常多人训练成 最聪明的大脑 这个有点像你在用语音软体一样 你找些 但我的语音软体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Siri 也没有做得很好 可能是有国语不标准 所以他常常误会了我的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他也许脑子没那么好 他也还是越来越准 只要你不断的在跟他说话 AI就是这样 那么简律峰说 有一家叫做Snapchat的公司 靠着经营照片分享社团崛起 然后有两亿个使用者 员工就只有二三十个人 所以九成都是在写前端界面 那你要想想看 其实如果你可以写这个东西 如果你可以成为真正AI的好训练者 那么其实你的工作是不会被取代的 那AI现在的能够做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台湾的新创 有一个叫吸动智能 也就已经把ChatGPT当成他的巨人 他以前是提供旅馆业的智慧音箱 现在就导入ChatGPT 然后把他的范围扩展到会议管理 上传音档而且能够自动整理出竹字稿 哎呀说到这一点就是了 就是我曾经把我们人生使用商学院 我曾经告诉一个朋友说 你先帮我把我的音档整理成竹字稿吧 结果他就用了这个软体 而且他用的软体不是很聪明 就是我说A他就说A 然后他再改一点错字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只会这样做足字稿 那我何必需要你呢 我用软体就行了呀 所以你的文笔必须要比 那个音档直接整理器还来得好 现在ChatGPT的文笔真的很好了 其实我们用FB 用YouTube 或者是用这些在做生意 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比如说Podcast好了 我用的是人家已经开发的软体 的确是在巨人肩膀上做事 如果iPhone他们不推出Podcast 那我真的讲给谁听 我可能一个广播电台 还需要几百个人 现在答案就是我一个人 巨人在行程中 不限于ChatGPT 你要跟好几个巨人来往也没关系 这句话讲得真好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如何运用它 越早开始越好 如果你是商家 要接近你的消费者 找出需求 未来的应用会无限 你的前途也会一片光明 今天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也就是果陀剧团 要来告诉你 他们的经典的舞台剧要上演了 郭子你好 戴荣洁你好 好久不见 目前名字是郭恒奇 我知道大家都认识郭子 还有这个伟大的剧场天才 梁志明导演 你好 戴荣洁好 各位收音起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那个梁导你还很坚持戴着口罩 可是是我被 我要求他 真的吗 结果我自己拿掉 他知道没拿掉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还很怕被感染 现在其实早赶早操身 对啊 因为我今天是坐高铁 从台中过来 所以在高铁上还是要戴 是是 对对对 所以我下来的时候我拿掉了 然后看到梁导没戴 我想说 哎 梁导你没戴 他说我现在不戴啊 然后但是我戴着 他就 哦好吧 他也戴上好了 结果他 我拿下来他忘记了 我坚持享受不戴口罩 因为他的声音很有磁性 如果还戴口罩会遮住了他的那个 听不清楚 好 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淡水小镇吧 我记得之前 他演过很多次了 从我少女演到现在吧 很久 35年前 是 从我少年演到现在吧 差不多了 对 但你是第一次参与啊 是 我其实是这个果头剧场的创始团员 在35周 因为今年是在35周年的这个戏 但35周年的第一个戏呢 是动物园的故事 那那个时候是我跟梁导 跟王博生三个人 那算是创始团员 然后后来应该是1993年是第一出嘛 对不对 没有第二版 那是93是第二版 93是第二版 第一版是 1989 你想想看不是少女 少年 198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做配 这个剧的配乐 那年好像是大陆才刚开放 有没有 对 开放汉清 开放汉清 那时候连万元户都还没有 党禁报禁才刚刚解释 我的老协额 我们维持得很好 你知道我后来就想说 人要不变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释怀 因为一间房子如果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 它已经是老屋了 它是人也是应该出点问题了 也应该维修维修 干嘛笑这么开心 好 我们来说 那两岛先说好了 1989年 你记得所有演过的演员跟人吗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故事 那从89年开始 因为这个戏它原本是一个国外的剧本 就怀尔德小镇 然后呢 我们因为这个剧中的一些地理的关系啦 历史的渊源啦 然后把它移植到当年的淡水 当年的淡水还叫做淡水镇 现在淡水镇已经没有了 现在叫淡水区啦 然后为什么移过去呢 因为有几个元素 一个就是它剧中描述的小镇呢 背山面海 那跟淡水很像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一条很重要的铁路经过 那也跟淡水很像 当然现在经过的是叫做捷运 然后第三个就是 它的这个小镇里面 有很丰富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传统 那我们的淡水 因为淡水是台湾北部开发的起点 那同时它又有这个马街教会 那所以在剧中里面唱声歌啊 在台湾算很合理的 就是在淡水镇算很合理的 是当时不叫捷运 当然应该是淡水线铁路吧 对对对 以前对对 怎么办我还记得这个 我也记得啊 而且很臭巧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1988年7月16号 是果陀的创团 对那时候 恒奇跟那个博森 他们在演动物园的故事 那时候他才15岁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已经大学了 我大学三年级了 虽然大学还没有毕业了 那是果陀创团作品 1988年7月16日 但是1988年7月16日 也是淡水线停止的那一题 对所以这个是 非常非常的巧合的 所以他最后每一次在舞台上 最后会讲 1988年7月16号淡水线 往台北的火车 最后一半开走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台北练高中嘛 那时候因为我姑妈住在石牌 所以我对那条线是熟悉的 我还记得坐到石牌 大概是五块钱 五块钱 但我们那个年代 又往前推了一点点 我们第一幕年代是 1959年 1959年 民进国48年 那时候坐台北到淡水 只要两块五毛钱 这些我们都有考据的 各位就可以知道 就算我们现在捷运还算蛮便宜 你就知道物价通膨的鸡杯 通膨的丢口部 对你不要相信官方数字 然后当然每一部 每一次演出到这版叫第八 第八个版本 第八版 所谓第几版大概 一个是用舞台的风格来划分 第一版 第一版走的是一个非常简约的路线 然后第二版呢 因为加上那个淡水的素人画家 叫李永驼 所以他的舞台的画风非常非常美 然后那个印象 然后当然第二版还有一个很重要元素 就是张宇生 张宇生第一次参加果头巨大演出 就突然又让我们有一些某种回忆出现 我也还记得那个晚上 真的哦 他也是从淡水回来 对对对 我要去淡水 就是回淡水的家 排完戏以后回淡水的家 好 然后回到淡水小镇 那当然第二版有张宇生 其实很多很多 我们这次开牌的时候 这次开牌的时候 然后我跟演员朋友们讲说 要演过果头的淡水小镇 那才算是这个果头人 所以呢 哇这次就集合了很多很多 哇全部人都来了 超级大牌 这也应该是你的号召力吧 没没没 大家通常 大家听到35周年 以及淡水小镇 曾经演过的有谁 因为这次 这些 蔡散德是演了最久的女主角 大概演了15年的女主角 因为你看 你先把这个人说一下吧 对对 人很多呀 这一次哦 这一次的这个演出 当然我要讲说 除了我自己之外呢 这个男女主角是 李千娜跟蔡明佑 是最新年轻的人 然后接下来像黄家谦 朴学亮 对 曲中恒 唐重胜 这些 应该都演过对吧 对 你都不会 那就是这一版 对就是这一版 他们也是这一版才出现 这一版的演出 姚昆君啦 刘亮佐 郭子杰 跟我插一个字的郭子杰 郭哥 对 然后大家都熟知 在舞台剧里面 吕曼英啦 是 然后这个小朋友张扬轩 然后这个冯仙芝 这些都是 应该说是在剧场界里面的 一等一的演员 然后呢 有很多大家 可能在电视上 或者在平常 都很熟知的一些演员 他们都是舞台剧里面的 所以他们以前 几乎大部分人没有演过 但这次全部出现了 都演过郭佗的戏 对 但是没有演过《淡水小镇》 等于是郭佗的知名演员 《大集合》 对啊 连我这个首次演出的人 都还没有演过《淡水小镇》 我就做过《淡水小镇》的配乐 什么都能做 就是郭子的特色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幸福好时光 其实《淡水小镇》是一个 就是也是残眠了三十年的一个故事 写的是人的一生 对不对 只是在小镇上的缩影 对 其实我觉得在演这一出剧 我当时在做配乐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过这个剧本 当然在学校也看过这个剧本 在看剧本 跟郑氏看到这个 在舞台上呈现 其实震撼力相当的强 一刚开始你会觉得 这故事怎么演的好像就是 家庭的一般的生活的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 可是你才会发现在时间的 推移的过程当中 后来这个剧作家 真的就是反打你一集之后 那一集太大力了 因为时间是停不下来的东西 所以当你去回顾 你想要回去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 它让你回去 但是时间停不下来的那个状态 你会真的会承受不住 你应该如何去面对 你曾经经过的那一些美好 或是曾经 你觉得不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原来是这么样的值得珍惜 可是你却没有珍惜 我们也很难掌握 可是无论如何都回不去了 都回不去了 所以这个剧作家呢 就让这个小女孩呢 从她的小学 然后国中高中 一直到她结婚生孩子 然后死亡的过程完了之后 想回去看看她以前的生活 她才发现 以前我怎么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都没有注意她 然后她才发现 我已经过去了 然后过去的人 到底是怎么看现在的事情 所以那个当口其实是非常震撼 那我演的这个角色 现在演的这个角色呢 她其实叫做舞台监督 在这个原剧本里面 舞台监督对于这个戏来说呢 她不是戏里面的演员 也就是说她不是人生里面 我们这些人 她是额外的这一个人 也就是跳脱出来的这个人 应该是命运的播音员之类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她看到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她来讲述这个故事 然后告诉大家有关于这个 你对于人生这件事情 以及珍惜的这件事情 你到底珍惜了什么 所以我这个角色 其实说起来好像跟这个剧里面 没有什么剧的推移 但是问题她却是连贯了中间很多的事情 那这个剧 从1989的时候 就是梁岛她的改编 对不对 事实上呢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她你如果不讲 她也会觉得她是个本土剧 是 这是她厉害的地方 这是梁岛非常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改编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改编剧本里面 就会感觉到说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外国剧改编 对我有看那种很坚持 每一个字都要念成 那个翻译的东西这样子 对一模一样的 然后梁岛她改编的这个淡水小镇 你已经看不出 它是一个改编剧了 它完全像是一个本土剧 在我看过那么多舞台剧 以及演过舞台剧的过程当中 大概只有两出剧 我真的是佩服到底 一个就是淡水小镇 第二个是花季未了 这两个是翻译剧 可是完全看不出是翻译的感觉 花季未了是改编那个纲目来 是不是 我也看过 哇 丹佑姐 丹佑姐你什么都知道 记忆真好 因为我看过的戏 没有你们那么多 所以我会记得 那在淡水小镇里面 讲的就是三幕 那第一幕呢 就是出生 那戏一开始 就是一个出生 接生 陈医生从家里接生 他只是嘴巴带过而已 然后第一幕呢 我们看到那个 非常生动活泼的 这个家庭生活 然后到第二幕呢 就是成熟了结婚 然后到第三幕就死亡 然后他在死亡当中呢 他还有一个复活 所以他是有一个对生命的一个体悟 所以从生到死很快速 很快速的在舞台上闪过一招 那也许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 现在真的觉得人的一生真的好短 很短 就转瞬之间 好短 真的是转瞬之间 转瞬之间 然后什么一下子 我跟你认识几年了 二十年了 我跟你认识几年 四十年了 算一算 还真的四十年了 真的 对四十年一下子就过了 其实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 虽然很简短 但是还是蛮有感慨 比如说我前不久 我回去上海 跟我之前的朋友见面 那大家都经过了疫情三年嘛 可是看起来也还是 好像仿如昨日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啊 那个连恐龙都已经消失了几百万年 你也觉得他们不久之前 还活在这世界上啊 然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说 大人姐不是这样是六千五百万年 我说好 你看消失了六千五百万年 我们还看到他的骨头 这就是这个世界啊 而且我们真是沧海之一树啊 对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话很有道理 他说我们会记得的不是人民不是房子 然后更不是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成就 那到底是什么 大概只有圣人跟诗人会知道 是 这个的确是听起来很直播反省 这个就是这出戏的迷人的一些地方 为何是圣人和诗人 郭子应该可以解释 他所谓的圣人跟诗人呢 其实很重要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旁观者 而且是全知者 当你真的知道的所有的人生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的时候 你会看到所有的全部 然后你会 只有你会知道这个未来会发生 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像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努力 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因此而在努力 然后不断的不断去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是当所谓的圣人跟诗人 这个所谓的全知者 他都知道时间的所有的过去跟未来 以及未来跟现在到底是不是重叠的 什么他通通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了然于一切 所以他就看到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呀 你们到底在忙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明白 只是不能什么都不做 真的也是这样 你像梁岛他从第一次这么早开始去做这个淡水小镇 一直到现在 他也不会变成是一个真正的全知者 我们还是人类 我们还是要去喂这些这个 柴米油云酱素茶 还是要去努力着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么一些些 如果我们看到淡水小镇 而让自己有一些些的感慨跟感触 对人生有一些反省 我觉得都会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 有趣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排练 就算同一句话 一模一样 一自卫感 但是不同的两个人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诠释 他的不同的诠释 他就是有不同的节奏 不同的演员 他会有不同的火花 我这个角色 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自己的个人体会 就是我今天能够演这个 那梁岛愿意让我演这个角色 也是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那然后我可能因为 我有安慰你说看不出来吗 你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看不出来 其实你差不多 然后最重要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人生的 这些历练完了之后 然后再加上我接触了宗教 接触了很多事情 你有了一些感触跟感叹 所以你能够说说这些话的时候 能够带了一些你自己的感觉 所以每一次每一个演员 他在讲那一句台词 都是带着他自己有过的这些经历 去做这些事情 讲这些话 他这个角色我把比较 比较叫做时空导游者 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导游 那在他之前有朱玉在前 有蔡琴演过 然后有这个陶大卫演过 然后有曹琪太阁演过 然后接下来郭子 那他们四个人刚好有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所以每一个人在全日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对那个剧中的那个老天 因为我把原著是上帝了 但是我把那个宗教要稍微模糊化一点 就他老天的那个诠释都放的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在说这个故事吧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果陀剧场 35周年经典在线淡水小镇 好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就把那个演出时间地点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看起来是一场浩大的演出 我觉得这不容易 要这么多巨星都有空才行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这次的演出呢 在台北呢是在这个被 台北表营营寺中心 那个在剑檀站的那一个 不知道那颗蛋 对对对 蛋跟豆腐 在3月31号礼拜五的晚上 还有4月1号4月2号 都在台北演出首演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高雄 高雄化中心的智德堂 也快了 对在5月20跟5月21 然后桃园呢 展演中心在6月10号跟6月11号 然后到了这个台南 我们在台南化中心呢 在6月17到6月18 然后台中中山堂呢 在7月8号跟7月9号 你看就已经一直连到7月圈 我们要从寒冬 寒冬一直演 要从春天一直演到夏天 对 这个国陀常有的事情 常有一个戏就是演 好几年 好几年 而且这也已经演了这么多年了 的确是刚好35年嘛 对吧 35周年 对35周年 那我想请问梁岛 就是这35年来 你都一直在舞台剧的范围跟领域 他给你的 你应该在夜深人静时也有思索说 我一直都在这里 他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里 其实我挺幸福的 说真的 我挺幸福的 每一出 每一出剧里面的每个角色 对我来讲都像是朋友一样 那当我挑好这个剧本以后 我就要想办法去认识这些朋友 然后从这些朋友里面找到一些特质 然后找到真正能够演这些朋友的人 对 然后有的时候找到很对很对 然后那个时候在舞台上的排练 那个火花就会被激发出来 那有的时候呢 好像有差一点没关系 那我们就在排练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把它打磨起来 像今年也要重演的这个Art Art 对这个 那个我也看过 只有三个人 对对 这三个演员呢 三个很不同的那种特色 那第一版演出是金志杰的李立群 顾宝明 对 这三个 这三个这个当年的国宝级的演员 那现在是曾国成 补学量跟屈中恒 那这三个人跟那三个人 他们的个性当然是 就是截然不同 可是我一直记得 我看到的就是曾国成 曾国成 可是当时有屈中恒吗 没有 有有有 一直都是 他们三个人永远没变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骨子老戏 昨天才刚在高雄演 演第295场 就是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这个我也看过 我发现你们果头戏我好像都看过 因为你们的确演了很久 金志杰跟补学量 这个就更有趣 那些台词根本就是已经演了200 快300场了 绝对是脱口而出 但是他每一次重新演出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还是要在自己 还要在对过 为什么呢 要去温故 然后执行 这个就是舞台剧特有的一个魅力 然后 我从来都不觉得 就是创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相对创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最近非常盛行的那个AI 我其实玩了很久 我从他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开始玩 我一直觉得这个不稀奇 就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旋风 其实我们必须接受时代 他来了 他就来了 对 所以这他11月才开始发表 但是1月多 我觉得新加坡的那个教育家 就很有很有前瞻性 新加坡人说用 对 就是学生可以用 但是要看你怎么用 对 不用害怕被他淘汰的 其实是我们这里比较晚知道 我说真的 我看过AI的英文跟中文的论文 还有如何使用 我已经看到大一整本这么厚了吧 各国都知道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进化也不行 那你只能做一个被AI淘汰不了的人 其实我知道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 他还是要跟你学习 对他淘汰不了的 包括我们这种文字工作者 我很知道他能够做到哪里 对他能够做到哪里 但是如果你的label比他低 你就会冲来 你就会很脆弱 对 所以反脆弱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然后像我试着用他 就是写剧本大纲啊 但写出来呢 好像颜值有误 但其实非常空洞 是的我也曾经试着叫我的就公司的啊 比如说做电商 就是来写促销文案 对对对 写的就是一般文案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写不通 写不好又不对 他超通 超通 而且非常流畅 他写的是最非常流畅的抓住一般人的认知 但是你说要什么亮点闪点通点 没有没有 所以你不用那么紧张 但是我知道绘图的人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他真的是动不动一下子就可以组合出一个异次元的空间出来 对 那所以我说作为一个创作的人其实是蛮幸福的 因为只有创作的人才懂说当这些台词透过我们修饰 然后透过我们在无数次的排练 我每一次排练 那个同样台词要讲几百次 无数次排练 所打磨出来的那个火花 那个绝对是任何人工没有办法取代的事情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当然我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上帝的小电脑 然后他创造我们其实也平凡无奇 假设不管你现在是阿弥陀佛也都好 但是巴着你的脑袋有一个新的AI 你跟他不一样是 你再创造一些 你可以创造一些人类以前还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不太有用 贾伯斯可能是个比较有用的 就是的这个小电脑 对 我们是不太有用的小电脑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在创造一些跟之前的规则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想法对我而言非常美妙 对 然后呢其实刚才戴荣杰讲到 就是说有关梁岛35年来都在做这个剧场的工作 其实刚开始因为我是创始团员 所以我很清楚在一开始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拮据的那个状态 那个年代里面 然后我们在小剧场里面演出 就想知道他为什么还这么乐在其中 我想一直中间有拮据的过程 有非常多 这中间起起伏伏一定很多 然后我自己曾经中间也曾经想要去做剧团 也做了台北故事剧场 然后三年我就收掉了 我记得我有看过 我就撑不下去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啊 我们在那个当口的时候 我曾经听过梁岛讲过说 我希望未来 我希望台湾的这个演出能够像白老会一样 每天都有戏可以看 每天想看什么戏有什么戏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是天方夜谈 我说梁岛在讲什么 但我们也硬体很少 这我知道剧场者的痛苦 可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知道现在国度剧场 真的做到这一件事情了 他真的是每天都好像有都在演出 好多戏同时在进行 在你看他刚刚说已经说 现在目前在演的 就已经有那么多戏在同时在进行了 因为他是一个大剧团啦 对他已经企业化进行了 就在昨天就同时两个戏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 现在在演什么 台北在演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杨琪玉演的一个 我真的蛮fashion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就是梦想很伟大 但是你要实现梦想 那是更伟大的事 多长的路啊 35年 一晃眼就过 没关系 恐龙都消失那么久了 幸福好时光 淡水小镇 今天来的是郭恒奇 郭子还有梁志明导演 这一出戏 从3月31 已经没太久了 一直到7月9号 会在台北高雄 桃园台南台中盛大巡演 那么不管你看过 或没看过 这次演出不太一样 因为除了郭子之外 还有李千娜 蔡明佑 朴学亮 黄嘉谦 我相信这会给新的 这个加入者 就是有的人有过去 有的人才是newcomer 他们有不同的感受 那还有屈中恒 唐从盛 姚困军 其实这些流量组 他们都是老戏骨 那应该是没有刻意安排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淡水小镇 每次首演 都是在春南花开的时候 那每一版 第一版我记得是3月24号 然后第二版是3月26号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次都是在3月 杜鹃花开的时候 就开始演淡水小镇 那这好像是一个巧合 那第二版也就是张雨生那一版 我还记得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 那第三幕那个 艾莫莉回到了她的生日 然后那天整排 那天整排我特地邀请了好朋友 张满娟来看 看戏因为她要写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序 然后呢 张满娟她就来看 然后到第三幕 演到什么 19几几年3月21号 然后当然第三幕 就请节非常非常感动 就演完以后 我看到 曼娟她就一直趴在桌上 动都不动 一直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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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 我知道这戏很感人 有感人到这样子吗 那一定是触发了 曼娟心理的某一种东西 我们剧中的那个日期 就是她生日 原来那出什么 就是艾莫莉的生日 就是她的生日 就是剧中这个角色 她的生日的那个日期 刚好是她的 再加上这个跟她戏里面的父母 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 然后跟这个小镇 跟这个地球的关系 所以这个戏很妙 她具体而为 她戏里面有一段台词很妙 就是外国人写信 不是都是地名这样倒着写吗 是 对 但是从我们耳朵听起来呢 她必须演员 她要有一种像 带着观众用Google Earth 去看这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美感 那这些美感 全部靠演员来建立 对全部靠演员的动作 全部靠演员的语言的能力 然后去建立出来 这个具体而为的 Google Earth 拉出来的一个世界 是 你现在讲到Google 那你可以知道35年前 可能又是用另外一种关键 因为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用的很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写 说师论文没有Google 你真的知道好辛苦 为了查一个东西 花了三天 在图书馆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那时候有个好处啦 因为这超万亿没有写索影 人家没有发现 对 而且现在你是Google Map 你现在人家告诉你什么地址 你都不用担心 反正到点了之后呢 你就把Google Map打开来 知道她的路走就好了 像我在国外开车 当然都是用Google 那我都很难想象 二十几年前 然后我自驾在伦敦的时候 我是怎么幸福 人家怎么告诉你 你要怎么救 我在伦敦 我在伦敦 那个路有多复杂 我都还开得很开心 还有那个 我也还记得 没有Google的时候 只要在洛杉矶开车 这个晚一点切换车刀 没有下去 再回来就一个小时 那就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但是人类带来了方便 而事实上呢 也有它的悲剧存在 其实我们并不希望 记忆那么久都不被忘记 而一些假的 无聊的资讯 永远在那里 对 这也就是剧里面呢 其实我也讲到一个就是 但我们的生活呢 其实忘记得比记得的多很多 这就是我们人类 为什么不会珍惜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很容易忘掉 然后有了这些科技之后呢 我们更容易忘掉 是 好 只有这个梁志明 可以结合这么多重要的演员 郭子 还有李千娜 蔡明佑 不学亮 黄嘉谦 屈中恒 唐从盛 姚昆君 刘亮佐 郭子前 吕曼英 张仰轩 冯仙芝 那3月31号就可以开始演了 所以请大家搜寻一下 淡水小镇吧 35周年 也欢迎淡如姐的来 再来看 是是 我记得我上次看是蔡灿德的吧 因为她演很久 什么时候看忘记了 她是2007开始演 是 来看看我演吧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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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